朋友们还记得我之前介绍过的太空六万元吗 赛博宇航员六电子狗很有想法的积木造型 当时我说这个系列后面还会继续除 这新款不就来了吗 不过这次可是重量级的 原型来自很多男孩子的男神 永远的24号 这款积木可能也是一种Respite与缅怀吧 对了 很多朋友催更这个CO版的合金卡巴拉泡装 两星朋友们不光买了 还买了这种分合装的版本 暑期呢 比较忙 要做的内容比较多 实在没时间做啊 想看的朋友就点个赞吧 点赞量如果能过两万的话 我不睡觉都给他干出来 和正版的做个对比视频 包装是和之前一样的漫画风格 星空灌篮 同样是宇航员的造型 官方答案里可以看到 设定上其实这是科比的一个粉丝 总是拿着篮球幻想 其实呢连运球都不会 这不和我一样吗 森宝麻烦你把摄像头拆一下 三大包零件 数量不多 五六个小时就搞定了 整体结构和造型上还是熟悉的配方 延续了第一弹的太空六万元 但胡人标志性的紫金配色 和大家熟知的24号球衣 以及首爆的篮球 赋予了它更多的含义 大家更喜欢哪一款呢 看一下细节 头部依旧是宇航员面罩和脏便的结合 搭配紫金卫星耳机 潮流风拉满 另外这次还额外附属了一块透明面罩 替换以后能够看到里面的电子小嘴 身体部分穿的就是紫金王朝战袍 正面搭大的24号 还有荧光的效果 右手抱着一个透明篮球 这更像是小孩子玩的冲气沙滩球 精英剔透的 上面还有全明星的字样 裤子也是通用结构 同样也有小口袋 帅气的小裤裂 这一圈应该是 宇航员的动力管道之类的造型吧 鞋子这次是全新的设计 造型上更像篮球鞋 充满了运动感 后面还有这种装饰的袋子 背部的背包也是全新设计 火箭喷射背包 同时也是灯光镜的电子仓 没错 这次也附属了发光单元 波动这里 面罩里的灯光就会亮起 如果感觉不够亮的话 也可以替换这块透明面罩 除了面罩 朋友们猜猜还有哪里可以发光 没错 篮球里 这我说实是没想到 篮球透明也就算了 还能发光 不愧是赛波篮球 全身30处关节可动 可动和前座是一样的 纵的来看 这款星空灌篮积木 可以说是对科比的一种致敬 太空 潮流 科幻 和篮球元素的结合 使其造型胭脂都很高 也希望科比能在遥远的星空中 继续驰骋球场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质检员大鹏老师 好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